好像是在这个九宫飞星的这个位置 对不对吗 什么叫做九宫飞星 我相信电视前的观众朋友 已经非常有这样的一个疑问 九宫飞星就是我们的风水学里面 现在最流行的一种是风水学书 它自以带声来讲 它是将整个世界整个地位整个房 画为一个田字形的九宫格 它就有两套看法 一套看法是来计你家屋的风水 另外一套就叫榴莲飞星 每一年它根据一个位置去走 而2014年来讲 它是我们说的四这些数字来的 它总共有九个数字 所以叫九宫飞星 它今天来讲 你说那个影像是什么呢 它那个四就叫入中间的位置 我们用一个显浅一点 就不要用四五六来计算了 那我们语要来讲 它就将地域分为九个等份 一个是中央 另外我叫四正 东南西北 四余是东南西南西北 就是东南西北 就是东南西北 所以就是东南西南西南 东南西南西北西南 然后再加上中间一个位置 所以才叫做九宫 没错 没错 那么2014年 哪个地域旺呢 一定是南方 2014年南方是最旺的 我们听下师傅怎么解释 因为它我们说叫八仔 八就是叫八云 根瓜 白云 白云 现在是最当黄的 由2004年到2013年 我们是在走这个八云 所以来说八 相对来说是最旺的一个数字 最旺的一个地方 2014年那八呢 它去了南方 那想问一下 怎么样定义这个南方 比如说在中国南方最难在哪里 在香港南方最难又在哪里 这个是比较难的 其实不是你们有这个移民 其实有很多很多都有这个移民 就是在家里 我只要摆个房间 我住在家里的南方 运气也会好很多 会不会有这样的可能 好的 我们从大的宇宙来说 定这个方位 是我们中国的一门术数 所以以北京为中心点 它划分出来 分出来 这个是大宇宙 一个国家 因为用到那个国家的首都 就是北京 以中国为例 再划分小宇宙 小宇宙可以用到它的省份 广东省 用到广州省匯 为中心点 再输入香港 香港用到香港特别的行政区 对 就是广州 就是广州 来划分 它划分东楼西北方 说到家里了 就是家里了 家里面 我们会分一米一太极 因为我们的风水学说 一件关蓝变了字 什么叫一件关蓝变了字 它变了一个独留地分析 是 所以你要在你的厅 就是我的厅 厅去划分中心点 现在很多时候榴莲书都会出的 就教你在什么东方 南方 摆什么什么 哪个位置最吉利 哪个位置最必会 这样 那我们就要看 原来一米一太极 你在厅有厅摆 在你的房间 在你的房间 在你的房间摆 所以我们根据那个位置 再划分九个弓 这个我们叫小宇宙 在我们的风水学 是一个物件的物件 一个太极 你划分就不会错了 那你说 我想按财 那怎么办 按财 对 最简单的方法 我们刚才说的是南方 2014年就最旺了 那我们是白养白仔 那释言什么呢 有些动的东西 动的小小生物 因为我们说的风水学来说 它最紧的吉凶会构 关乎动 你好的动它就会好 你坏的动又会坏 你不动性 你就不会那么好 但是我们要计算一样东西 冬还冬 但是我们不是用你的房子 来计算风水 你只不过那一年 那颗星在那里看 你要小心 原来你的房子本身是衰星 只不过今年是旺了 所以来说 一般外面 就会叫人 白仔今年在南方 用鱼缸去吹动它 那你就会生到财运 对不对 不过 因为你的房子太多 它会连那个地本 就是你本家的房子 本身的风水格局 它也是一样有个 好升不是好升 那如果那个房子 计算出来是好的 当然可以 喂 你们不是那个专家 你不知道底部是什么 那你胡乱地找门光 吹动它 你会发财 不过会把地底的泥 挖出来 那变成好的东西 变不好了 不是 它也有的 好的东西你可以收到 不好的东西 你也要收到 所以来说 我建议什么呢 最好放一些轻微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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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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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你那個風水的位置是適宜擺的 那就會相當一張牙 如果是適合的話 其實也是可以這樣選擇 馬里華老師跟我們講解了 馬年的投資方向 是否大家也意猶未盡呢 那就不要錯過下一集的 風行水上赫馬年 馬里華老師會繼續 跟我們分析樓市走勢 別錯過